人间世俗我不看 别人丑陋我不谈 善缘恶缘终有报 一切姻缘我随缘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学佛早班车 让我们先看看博客网友 有什么最新的精彩反馈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有一天13岁的儿子放学回来 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耳朵有点痛 我就帮他递了一点滴耳叶 吃过晚饭我们六点钟上香 上完香后我们就一起念经 到七八点钟左右 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的耳朵特别痛 好痛好痛 后来我就求菩萨 说帮他念心灵密码 想看看管不管用 我就叫儿子自己念 他念完了心灵密码之后 我问他 还痛吗 他说 妈妈 我感觉好多了 不痛了 我以为他晚上还会痛的 就跟他睡在一起 看到他一个晚上都睡得好香 都没有痛 他早上起来 我问他痛不痛 他说 一点都不痛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心灵密码 真灵啊 是啊 灵灵法门 真灵啊 这位同修说 刚开始念经不久 他想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老公天生悲观主义 从小到大 没有笑脸 看他小时候拍的照片 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家里人给他起外号 叫二阴天 我结婚之前都没发现 觉得他性格还挺正常的 结果婚后 发现真是二阴天 以前他回家后经常闷闷不乐 现在我会念经了 帮他念了一段时间心经和解节咒之后 他再没有摆出苦瓜脸 我都被他性格的转变震惊了 没想到短短的经文 有这么大的能量啊 哇 真是太灵了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因为我明年想带孩子回国看老了 当买票时 突然发现孩子的护照明年就到期了 没有新护照号 在网上也无法订票啊 于是在网上查办 新护照需要15个工作日 又赶上圣诞和新年将近了 肯定会很慢 我在网上申请完护照后 被告诉两次照片都不合格 情急之下 就在佛台前求了菩萨 两天后 护照就邮寄到家里了 真的灵得不得了 是啊 菩萨真的是无所不能 还有一位河南同修 他想分享大杯水的神奇能量 今天下午五点多坐公交车 不一会儿 感觉后颈椎困痛 有点想恶心的感觉 心里特别难受 走了几站 感觉更难受了 我就提前好几站下了车 走着回家 一路上念大杯咒 回到家急忙用大杯水涂抹后脖子 并且喝了大杯水 求菩萨消掉脖子上的痛 并且许愿念七遍心经 结果一遍心经没有念完 就感觉轻松了很多 恶心的感觉也没有了 念到三遍时 后颈椎已经没有疼痛感了 浑身轻松了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如在分享中 有不如礼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原谅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会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对同龄的夫妻 一起庆祝自己六十岁的生日 他们刚刚要Happy Birthday的时候 天使出现了 天使来了 天使说 我祝福你们六十岁的生日 你们许愿吧 我一定满足足足足足足 这个时候六十岁的妻子说 哎呀天使啊 我好感恩你啊 我好想环游世界 天使说成全你啊 当一下 妻子手上多了一张 环游世界的飞机票 这个时候天使转过来 问六十岁的丈夫说 你呢 你许什么愿呢 这个时候 这个丈夫非常的激动 就问天使说 你真的能成全我吗 天使说 从不反悔 丈夫高兴的 向天使说 我希望你能够 我天使 我希望我能够和一个 比我小三十岁的女人结婚 这个时候天使说 成全你 当 他的丈夫 一下子变成九十岁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贪心只会伤害自己 我们要让自己生命的每一天 都做一个善良的自己 一个慈悲的自己 一个生命超脱凡人的自己 人间的生活一定有烦恼 记住了 我们的烦恼 就像乌云一样 暂时可以看不到光明 但是它一定会过去的 所以迎接光明 那是人的本性 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佛友们 不管你身体工作 学习家庭 有什么困难 坚持你一定会走出困境的 感恩师父 成功者处处都能发掘成功的力量 学佛人到处能发现自己的慈悲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